全油管最快新闻 山西大同订婚案将于2月26日进行二审庭审 本案的被告袭某某的母亲珍女士 将首次以公民辩护人的身份参与阅卷和庭审 在珍女士和辩护律师提交的上诉状中 披露了案情关键细节 称两人为发生实质性性关系 近日珍女士接受了华商报大封新闻记者的采访 回忆了案发当天女方的经历 并指责男方家人过于强势 该案的二审庭审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期待法庭能够公正审判 还原真相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